Hello 大家 今天想聊一聊跟工业技能合作 目前我实验室的方程来源主要有三种 一种就是政府类嘛 就是NIH的这种方程来源 还有一种就是private foundation 包括各种的ward的 第三类就是公司的合作 你坐下的时候 真的就有一种大象忽然倒地的感觉 我坐在这儿 怕你砸在我的身上引起什么 18年的时候我去开会 会上给了一个poster 当时就有一位 眼科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对我的post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问了很多问题 并且说会后还跟我follow up 我在会上的时候并没太在意 因为就太多人说会follow up 然后后面也就消失无踪影了 但是他会后就真的联系了我 并且就说对跟我们合作很感兴趣 就合作的形式 其实就是公司给我们钱 让我们做实验嘛 所以我当然感兴趣了 是不是 一直就还是这位首席科学家联系我 开始他就给我们打了电话 大概就聊了一下双方的意图吧 我们就都感兴趣 他感兴趣给钱 我们感兴趣收钱 所以这样就算达成了最初期的意向 然后就约了时间 他就来我们学校了 那时候我还在罗村嘛 他就到了罗村嘛 我们就正式见面了 所以他就大概跟我们聊了一下他们的诉求 诉求就是让我们想试试能不能做简单的Gene therapy的test吧 就是我做的这个基因 如果上面有突变的话 就可能引起一些炎病嘛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跟医院的医生合作嘛 所以手里面已经有一些病人的sample了 所以呢 就是感觉是水到渠成本来我们也要做的事嘛 如果还有人给我金钱方面的支持 我就觉得就更好了嘛 具体的就是意向如果达成了以后呢 大概就是要给他们一个budget 他觉得如果这个家庭合理 就可以签约就合作了嘛 我当时就有点过分无关 还是没什么经验 所以呢 没有一个非常detail的计划吧 我就简单的认为 如果其中一个病人的sample 我就先试试 G budget就是比如一个博后 他如果做做patch的话 多说也一个月就做好吧 这就简单一个实验嘛 先测一下病人的这个细胞的电量 再测一下野生型的电量 证明是个loss of function 然后再对病人细胞进行野生型的补充 看看能不能resecure到野生型的程度 就做好了呀 这是算不算过分乐观 也许是我就简单的报budget了 就是一个博后大概一个月的工资 就差不多5000块钱嘛 所以对方可能也是被我的乐观所震惊了吧 觉得就一个月的实验才5000块钱 当场同意就进入了走合同的阶段 当我们实验室跟公司有一个初步的合作协议 就是我们已经说好了能提供什么样的实验 做什么样的实验 因此呢这个budget是多少以后 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嘛 那下面其实就是针对知识产权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任何专利是怎样分配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我们单个实验室或单个实验室的PI 是没有什么讨价款价的权利的 因为如果在学校产生了任何知识产权 其实该给学校多少 这个是学校规定的嘛 不是说我们可以说 哈哈这个很厉害 所以我要90% 不是这样的 就是学校都有一个一口价 所以呢在这次合作中呢 我对合同也没过多的关注 因为就是学校跟公司他们之间的协商嘛 学校肯定是有个一口价 对吧它也不存在什么电大棋客 或客大棋店的问题 都是该跟公司分多少就分多少嘛 所以我就等于基本全程没参与 虽然学校跟公司讨论的时候都CC给我嘛 但是我是根本完全没去看合同了 学校跟公司已经都签字了 这个文件就已经到系列了 就差我一个人的签字 我就差点签字的时候 这时候正好实验室 通过学校申请一个专利嘛 这个TechVenture就是负责处理我们专利的办公室 就正好派出一位专员来实验室 跟我们洽谈这个关于专利的情况 因为这个就是基本是同类事物 但是呢 针对跟公司的这个合作呢 学校派给我们的专员是另外一位同事 我没有本人出现过 就只是在email里出现一下 他们就去讨论一些legal words啊 我也搞不懂的 所以呢 这位当场已经来我们实验室 跟我们坐下来谈专利申请的这位同事 我自然就想哎正好我们要签这个合同 要不也让他看一眼嘛 看了以后呢 他就当场指出这个合同绝对不能签 因为合同是公司方面单方面起草的嘛 他再发给学校CC给我 学校只要没有意见的话就同意了 学校有意见再改一改 公司再拥有再同意嘛 但是在罗村的话 好像一轮基本就是公司起草的一个template 学校当场同意就签字了 是吧 这个就没有再进行就是反复的修改嘛 但我们的这位帮我们负责处理专利的同事呢 就说这个上面是绝对是学校根本不应该接受的条款 因为上面就白只黑字的写着 在我们实验过程中所有产生的专利都百分之百的属于公司 就等于我们花了五千块钱 把自己和学校的利益完全出卖给了公司 我一定也觉得好像不太合理是吧 那得加钱 至于加多少钱呢 我也没有什么心里完全属于美术 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十元十才两年 基本是给钱 你想五千块钱 我都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了 我觉得是一笔大钱 是吧 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加钱那又加多少 因为在我看来那个实验就是小小小小小实验 一个月撑死了 其实都我还认为自己是不是都有点吹牛了 因为我自己做的话 可能感觉一礼拜去就做好了 我这样说好吗 这就顺的话就是这样子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要不就问一下我的伯后老板吧 那几天我正好到纽约来开会嘛 我就跟伯后老板谈了一下 伯后老板说你这个就是在搞笑 你这应该就直接budget出一个伯后一年的钱 跟公司合作就应该像是正经做一个project的一样吧 也神奇啊 还有我们的病人呢 起码每一个也都要有两个克隆啊 就是以一个正常发文章的态度来对待 而不是说哦行啊我就试一下如果行就算行了 并且呢是针对每一个像lausel function 是不是都得做一系列不同的mutation 所以这起码都应该budget出一个伯后的价钱 我想哦如果公司真的要求的是我做这么一个比较系统的是可以发表的要负责的结果的话 那确实就得这么多钱啊 但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跟我最开始给出的budget的5000块钱 距离稍微太有比较远啊 而且呢我其实当时有一点点走心了 我觉得公司他就不该出这样的一份不合理调约 虽然我只要求5000块钱嘛 他就借破下驴了 你看就还想整我 然后就说整个的这一些这些产权也都100%的属于公司 我是其实心里就有点走心了 我现在是觉得人家公司根本不会多想对吧 就是你傻呢人家自然就take the vantage 就是business is business 但那个时候我就有点take it principle 我觉得你整我了那我不给你合作了 而且我觉得我把5000单方便上升到50000 是不是好像有点不太合意思 像现在的话我就直接说这个合同我就重新budget了一下啊 那个就不好意思现在是5万块钱这么多 然后对方同意就同意 如果同意的话我就试图要跟他justify一下 因为当时我就想的比较简单嘛 可能就是一个初期的很preliminary的时间 但是现在我跟同学研究了一下 发现这样这样这样 还是做一个更完善的给你 也是对你负责的一种表现吧 是不是 所以我这负责任的表现当然就值5万 大概就试图去说服他吧 如果对方达不成合作异项劲就算了 但那个时候呢我就简单的 因为有点被惹到吧 这个你就认识越麻烦了吗 一个是钱要增加很多 而且还就是这个资产权 可能还要再讨论来讨论去 可能就越麻烦了 好像有点 而且还有就是跟公司的讨论都是比较慢的嘛 当时公司跟我初步接触 我们开会是4月份 其实讨论来讨论去 到这个时候这都等于才议论嘛 学校根本就等于他的egal review就没有完成嘛 他直接就同意了公司的条款的话 也都已经到了8月份了 我们其实实验已经进行了一些了 就不是在4月份 还是都没做的 我就有点着急去发文章了 因为数据我已经有了 就为了公司的合作 我觉得去厚度我的文章 好像也有点怪怪的都是吧 反正当时各种原因吧 主要还是怕麻烦了 还是没经验 现在的话肯定能处理的更好了 主要还是你给我打乱 你跟我说省的麻烦 算了 他 全会他 全会他 于那我就写email给公司说 不好意思我们因为兴趣的软移 其实就没有说真正的原因嘛 就这个合作不能签了 对方对我是颇多怨言 还写信抱怨了我 说你看我都已经同意了你们所有的要求 然后你整了我们4个月 到最后说不签就不签了 就非常不高兴我就完全一个捺的这封信 因为就没有什么好解释嘛 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生气了 我想那你就试图转我 就看我一新手就转我对吧 我就不签了 你能把我怎么压 你就抱怨去吧 拜拜了你 大概就你这种心情吧 所以第一次跟公司的合作就告吹 哎 惨痛的经验啊 还好吧 有一次怎么样 失去的钱啊 我失去了5万块钱啊 不是啊 就是这个实验我确实是无论怎么样都会做的 而且也并没有其他的经费提供让我去做这个嘛 那个真的就是等于用学校的startup做的嘛 没错吧 所以知识产权完全属于学校 我损失的就是这5万块钱啊 而且还有跟工业界正面的合作经验啊 因为我只接累了负面的合作经验 等于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嘛 后来我也跟其他的小伙伴聊过这段经历 一般人都起码budget出一个薄厚的钱吧 一年的钱吧 就好像算是一个正常的budget 我觉得其实没事是什么 因为那5万块钱给你有怎么样 就多找一个薄厚嘛 但是当然了那个年代其实我也找不来什么薄厚 所以我发现了一个月就我认为自己一个礼拜能做的 我觉得比如的budget一个薄厚的钱也很正常吧 因为不过找不到像我这么优秀的薄厚 一定也能做出来的像这样的同志也只能让他弄了 是不是让你也能不能工资啊 对吧 时间很快就到了2022年 也就是去年嘛 在5月份呢 另外一个公司的CEO就写email给我说 看了我的几个文章 就是关于gen therapy的感知觉 很感兴趣 看看能不能考虑合作 于是我们就先zoom meeting了一下双方的意愿吧 7月份他说因为正好要来纽约开会 去看能不能in person的meeting一下 就定了7月份 他就顺利的来了 来了以后呢 这次因为我比较有经验了嘛 就给了一个比较正常的budget和一个plan吧 所以呢我就budget出了两年 每年12万direct cost 哦在这里我要加一句啊 就是公司给实验室的合作 这些budget也是都要给direct cost和indirect cost 而且indirect cost的百分比是跟NIH这种 federal funding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我要每年12万的一个direct cost 并且两年基本就等于一个NIH正常的21的funding 就是他这每年的12万是给我的嘛 并且还要加呢每年60%几的administration的钱 这个部分我是拿不到的 是给学校的嘛 但我觉得indirect cost的部分 可能每个学校也不一样嘛 当然是不一样啊 就是该多少的 这就是学校的那一部分嘛 公司跟实验室合作 就看这个实验室在哪个学校 然后按这实验室所在学校 该是indirect cost的率是多少就给多少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每个学校就是说 他对于federal funding和那个这种private的 有可能会要求 对有可能有可能 对啊 你的商品要求 不要求公司给这么多的indirect cost 有可能啊 那好吧 那我就没有经验 就是哥大目前为止是跟federal funding 拿到的indirect cost的百分比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次呢 这12万我是budget的一个全职的technation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supporting的工作 是可以technation帮忙做的嘛 并且还有一个博后70%还是60%的工资 我觉得也不用是这个博后全职负责所有东西嘛 像一些比如说准备细胞做客戎 完全一个technation就可以做嘛 我自己本人的话是没budget的任何我的工资的 因为我就帮忙看一下数据分析一下 我觉得就随手的事嘛 我本来就应该干的 还有就是可能有1万块钱 不是2万块钱大概的耗材吧 就是这一次是相对就成熟多了 对方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我们7月份见了面以后 恰谈了一下双方的合同意愿嘛 就是针对大概是几年 然后做什么样的结果出来 做什么样的实验就谈好了 于是呢 他就当场说这个没有问题 就发一个budget的plan给我吧 我就大概就两天吧 做出了一个计划发给他 他就当场都没有 然后下面就是从7月份开始 一直到10月份 都是公司跟学校的 legal review过程 这次好像是学校 已经开了一份template是吧 嗯 然后公司呢 是在学校的基础上 把我们做的实验的内容 还有关系它加了进去 然后再发给学校 学校再对一些词 还有专利的贵述改一改吧 然后这么大概两三轮吧 才达成了协议 然后10月份左右呢 其实就已经 这一部分大家就两方都同意了嘛 正常应该签约 但是私每一年还要对下一年的budget 还要进行一个financial review 所以年底的时候 大概就是他们还进行financial review吧 然后就大概推迟了一下 到12月份我们才正式签约 这个过程就算很顺利了 但是大家也看出来吧 都是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的 学习街就是这样的呀 还是半年左右 5月份到12月份吧 正常签约 现在还没开始嘛 每个季度打一次钱嘛 然后第一年要完成一个什么什么的额度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嘛 然后第二年的钱才会继续进来 继续进来 并且他们说 我们现在的意愿是一个对功能方面的测试 其实他们对结构也比较感兴趣 但是就先测一下功能 然后看看结果 再决定是不是还有追加策子 我们在5月份跟公司做meeting以后呢 就是在in-person meeting之前啊 这段时间 我们还通过学校签了一个合约 叫CDA 就这个合约就是说 我们作为PI可以跟公司谈论合作 就先签了这个 我们才能跟公司正式谈合作 你应该再说两句 是吗 因为你就一直在出镜 然后 说怎么样 没那么多两句的 就除话评吗 对 好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留言给我 一定不要忘了订阅以及点赞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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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